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加of的两字动词到底有哪些 那基本上来讲这些动词加of的话 它有一个特殊的意思 那普通来讲它是不可分开的 那我们今天把不可分开的这些动词列视在这里 那各位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各位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动词跟of连结的时候 你就不要认为说它这是个阶析纸片语 那基本上来讲结析纸片语不大可能 因为它今天只要是of 后面的话是结析纸片语的话 那前头这个字一定是个名词 它不会是个动词 所以各位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说 原来这一种句子 它本身是一种动词加of的句型 不要把它会议错了 那当然基本上来讲 就算它前头的部分的话 我们讲结析纸片语前面那个是个名词 你也要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所谓的第三种情况 就是动词跟名词同型的字 那会让你去误会以为说 前面这个是个名词 所以你在这过程当中 你找不到动词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理解这个句子 所以你在学习英语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要要试着去 去把那些内容整理出来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 基本上讲这个两字动词 加of的两字动词 它既然有所谓的不可分开的 它同样会有另外一组 所谓可以分开的 加of的两字动词 那各位可以在我youtube 上找你就可以看到 所说的答案 那基本上这东西的时候 是从哪边得来的 事实上就是从 片语动词字典 那一个字一个字 这样去查出来的 所以各位如果说今天你没有工具 你试图想找出一个 一个很有见解的地方 基本上我个人就觉得不是很有可能 尤其在网路乱逛的情况之下 除非 除非网路上有一个人 他本身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 否则他还是没有办法 给你 像类似这样的解答的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英语思维大突破这本书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